赵丽颖揭开豪门者修布,冯绍峰妈妈说她够狠,发生了什么? 在一个家庭中,婆媳关系在这个家起了主导作用,婆媳在一起不和睦也会影响到家庭的幸福。 赵丽颖和冯绍峰离婚的直接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关系不和睦造成的。 赵丽颖面对外界的提问只是说了一句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坚定自己的内心,赵丽颖也是揭开了豪门的这修补。 冯绍峰的妈妈也是直说赵丽颖狠,她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很复杂了。 在娱乐圈中,虽然冯绍峰的和赵丽颖的感情是不错的,但是两个人的家庭可以说是门不当户不对。 冯绍峰的家庭背景要远远地超过赵丽颖,大家都知道,赵丽颖出生在农村。 而且又是一路大拼中奋斗到现在的当红明星。 可以说成名之路是非常的不容易,赵丽颖的一路奋斗。 在曾绍峰的家庭背景下冯绍峰可以说是动动手就能直接爆红。 冯绍峰是娱乐圈有名的富二代,不仅事业发展得不错。 家庭背景也是相当的好。赵丽颖名义上可以说是嫁入了豪门。 但是,赵丽颖不像其他的女明星一样嫁入豪门过得幸福,这和冯绍峰没有关系。 唯一有关系的就是赵丽颖的婆婆,婆媳关系也是她迈不过去的一个坎。 据说当时冯绍峰和赵丽颖结婚的时候,冯绍峰的妈妈就不同意两个在一起。 因为嫌弃赵丽颖是出自农村,所以造成了婆媳关系僵硬的局面。 冯绍峰的母亲在之前还一度让赵丽颖改名字,声称赵丽颖这个现有名字不忘夫,让她改名字是为了冯绍峰好。 赵丽颖也不甘示弱,毕竟望不忘夫只是一个传言。 改了名字弄不好自己的事业也会受到挫折,所以赵丽颖拒绝了这个要求。 另外赵丽颖生完孩子之后直接付出也是让冯母直接的不满,冯母认为一个女人就应该守妇人之道。 在家相夫叫子,甚至还提出让赵丽颖再生二胎的要求。 显然这对赵丽颖的事业没点好处,所以赵丽颖依旧没有同意。 赵丽颖也是一个失业心非常重的女孩,毕竟农村出生的孩子都懂得吃苦,并且也知道要珍惜每个机会。 赵丽颖又有着独特的心理素质和事业心,要知道,自己摸爬滚打走到现在的地位。 如果一个怠慢就有可能在娱乐圈永无翻身之日。 即使赵丽颖嫁给了冯绍峰,但是赵丽颖并不想过着豪门富泰的生活,她更想迎接每一个挑战自己的机会。 赵丽颖苦苦奋斗,得来的名气怎么会说放弃就放弃呢? 豪门的生活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嫁入豪门也是要好好考量。 毕竟赵丽颖也是因为爱情,但是终究不欢而散。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冯母和赵丽颖这个事件的呢? 二著名导演公开批评冯绍峰,你必须和赵丽颖复婚,不然会带坏青少年。 4月27日,52岁的中国著名作家、作家协会会员刘信达对冯绍峰发起了一场猛烈的抨击,刘信达这已经不是一两次批评冯绍峰了。 可见他对冯绍峰的批评非常严厉,而王波对他的这种歌映人的做法相当不满。 于是两人又发生了争执。据介绍,刘信达的代表作有《我是陀罗》。 王波的代表作有《碎裂》、《北上广漂流》等。 被称为暴风雨诞生的王波,被称为密林守护神。 永恒不变者,而刘信达则被称为娱乐圈的三眼乌鸦。 红衣主角,因其爱炮轰他人,又被称为红衣大炮。 刘信达说,封绍峰的赵丽颖离婚了,赵丽颖,快已复婚。 看赵丽颖封绍峰离婚,刘信达气愤得一掐糊涂。 刘信达想问赵丽颖,据少离多是不是一定要离婚? 难道你就不能离开娱乐圈陪着冯绍峰吗? 你们都说娱乐孩子怎么办? 你们都说娱乐粉丝怎么办? 刘信达希望赵丽颖。 要懂得流量越大责任越大的道理,不要在婚姻中任性。 不要做坏事的表帅,赶紧复婚。 刘信达不止一次劝过赵丽颖。 要重视婚姻,要心疼冯绍峰。 然后,刘信达又说。 你们要是不听老夫的话,执意要离婚,我怕把青少年都带坏了。 王波立即站了出来,对刘信达不动声色的作风予以恥责。 为什么明星们会分到扬镳呢? 赵丽颖与风绍峰即将离婚,王波惊除一身冷汗。 为什么明星们总是分到扬镳? 过去车马速度很慢,一生之够爱一个人。 现在什么都上了高速,一天到晚离婚,年轻人都不敢结婚生孩子。 经济越发展越好,为什么人越穷? 王波接着说。 希望大家能认真对待自己的爱情,不要轻易结婚。 更不要轻易离婚,管的也太多了,刘信达,吃饱撑着吧。 看到王波的回击,网友们纷纷留言力挺,刘信达到底要干什么的。 刘信达管的太多了,别人离婚也跟他有关系吗? 冯绍峰和赵丽颖太可惜了,万万没想到,我以前就看不起他们。 刘信达的成名作《我就是个陀螺》,深刻地表达了自己劝抽的特点。 王波立即站了出来,对刘信达不动声色的作风予以恥责,为什么明星们会分到扬镳呢? 赵丽颖与风绍峰即将离婚,王波惊除一身冷汗。 为什么明星们总是分到扬镳,过去车马速度很慢,一生之够爱一个人。 现在什么都上了高速,一天到晚离婚,年轻人都不敢结婚生孩子。 经济越发展越好,为什么人越穷?王波接着说。 希望大家能认真对待自己的爱情,不要轻易结婚。 更不要轻易离婚,管得也太多了,刘信达,吃饱撑着吧。 看到王波的回击,网友们纷纷留言力挺,刘信达到底要干什么的。 刘信达管得太多了,别人离婚也跟他有关系吗? 冯绍峰和赵丽颖太可惜了,万万没想到,我以前就看不起他们。 刘信达的成名作《我就是个陀螺》,深刻地表达了自己劝抽的特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